管管這間港資的檢測認證公司,檢測人員正在發現內地生產的出口玩具樣本,表面的油漆,原材料都由專業人員仔細地發現,除了玩具,電器,嬰兒用品,食品和藥物,通通都驗。 在這個檢測中心裏面,有各式各樣的實驗室,用來測試不同的產品,它們是否符合安全標準,好像這間房間一樣,就是用來測試電子產品所釋放出來的電磁波,會不會對人體有害,好像前面這個玩具遙控器一樣,後面的天線就可以感應到它,在這間房間裏面,不同高度,不同距離,所釋放出來的電磁波有多大。 這間公司早在80年代末,已經到內地開設化驗所,不過只能夠跟內地的公司合資經營,到了2005年,在SIPA的大門之下,終於獨自開了這間公司,但是只能夠驗出口的貨品。 暫時來說,國內的內銷的產品,都是需要國家的實驗室,才會有能力或者法律的權力去做這些測試。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有一定的安全的要求,我們生活指數越來越高的話,我們對這方面的要求會越來越大,所以我相信市場會很大。 有檢測及應徵局的成員說,未來其中一個目標,是落實中港兩地檢測互應,爭取一檢測,兩地通行。 現在事實上,香港所測試的證書,國內官方是不承認的,我希望事實上,通過這個認證局,它可以在SIPA的範疇裏面,令到國內都可以承認我們香港測試了的證書。 他說,成功的話,會為本港的檢測認證產業,帶來更多的商機,亦都可以大大簡化香港和海外產品,打入內地市場的手續和行政費。 謝謝大家。 谢谢大家